新闻来源 超电实验室 行业加速洗牌 作者秦章勇 楚门 2024年 汽车行业乍响第一颗雷 超过80家4S店 一夜之间全部倒闭 展厅空空荡荡 销售中心也空无一人 总部位于东莞的汽车经销商 广东永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澳 最近突发爆雷 这个曾经销售超20多个的汽车品牌的百强汽车经销商 不仅有BBA 还有丰田 大众 以及爱安 问界 领跑 路特斯等造车新势力品牌 如此一家当地巨头 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客户提车无门 员工讨薪未果 门店车辆也被强行拖走 01提不到车 发不上工资 买车人最大的痛苦是首付或定金交了 车却提不了 我订的车 一直说到店了 就是需要办手续的再等等 一位已交了定金的大哥表示 4S店的工作人员这样拖了好几天 直到有位朋友告诉他 他买车的4S店已经关门了 他跑过去一看 某某真的关门了 目前永澳旗下的80多家4S店已被查封 首先遭殃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已经买车的 最大的影响就是车辆售后不能保证 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没有提车的人 这些准车主通常是交了一万左右的定金 或者是交了几万块的首付 但车子还没拿到 还有就是 车子拿到了但是没有合格证 上不了牌 有消费者发文称 我提车了 没上牌 堂下永轩的 怎么办 永澳旗下的一家沃尔沃4S店的销售顾问表示 永澳集团有破产清算风险 县南城店有28台未交车 35台未购买购置税等待上牌 通常情况下 经销商会用车辆合格证做质押向银行贷款 如果经销商没有偿还银行贷款 合格证也到不了车主手里 没有合格证 车子就不能上保险 或者办理牌照 所以癥结在于 永澳已经没有能力还贷了 前不久 多辆拖车出现在东莞辽部汽车城门口 有视频显示 多辆拖车把店里的新车拖走 进行财产保全 除了普通消费者 永澳员工的工资也被拖欠了许久 早在去年 永澳集团就被曝光过欠薪事件 又被压着三个月工资的 也有用户称 被拖欠了五个月的工资 有人爆料 去年开始拖欠超过一千多名员工的工资 如果有人投诉 就会要求员工离职 或者调整岗位 公开资料显示 永澳现有两千多名员工 目前 永澳公司的客服电话已无人接听 好消息是 针对这些买车的用户和员工遇到的问题 相关部门已经开始介入调查 一些汽车品牌也开始行动 据了解 事件发生后 华为联合赛利斯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现场 主动和银行方面沟通 转移车辆至安全地带并计划 很快赎回以抵押给银行的车辆合格证 接下来会安排这31位用户 在另外一家AITO问洁用户中心完成交付 0200强到烂尾 永澳的爆雷来得急促 一夜之间车主大价限买的车烂尾了 但在此之前 永澳曾是国内百强汽车经销商集团 也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家汽车经销商集团 门店覆盖东莞 广州和深圳等多个城市 旗下代理的汽车品牌超20个 我们通过查询 发现了一个账号主体 为广东永澳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不过 该账号仅在2016年 发布过一篇关于永澳集团介绍的文章 文章称 广东永澳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 专注于汽车品牌4S店经营管理 已形成商用车 轿车 微车三大系列完善的品牌规模 代理的汽车品牌 则包括梅塞德斯奔驰 沃尔沃 上海大众 长安福特 北京现代 通用雪佛兰 东风本田等 共有标准4S店40多家 并称在各品牌厂家有良好的业绩口碑 业务地域则以辐射深圳 东莞 中山 珠海 惠州 茂名等 以广东为中心的周边地带 有员工2000多名 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 有超半数从事过高端品牌管理工作 彼时永澳称 希望利用充分的土地及人才储备 快速以广深 珠三角为中心 向周边及内地城市拓展 而且在东莞唐下镇的邻村汽车城 有三分之一的品牌4S店 属于永澳旗下 天眼查APP显示 广东永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 注册资本2亿人民币 以从事商务服务业为主 经营范围包括 代理机动车登记和相关业务 二手车经济 经销及交易咨询服务 汽车租赁 代办汽车案件 贷款手续服务等 其法定代表人为陈祖勇 他也是实际控股人和最大的股东 持股比例高达90% 有消息称 陈祖勇可能已到国外 虽然爆料的信息称 永澳有破产清算风险 但天眼查显示 目前永澳仍为存续状态 03汽车行业加速洗牌 从全国百强经销商到爆雷 永澳的境遇也是整个汽车销售行业的缩影 曾经的4S店风光无限 经销商们赚得盆满钵满 但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加速到来 特斯拉在北京桥福方草地 开出了第一家特斯拉体验中心后 中国汽车零售行业也开始发生转变 不再依赖经销商代理商的直音模式 火速在新势力中流行 线上看车 线下提车 直接跳过中间商赚差价 这也重构了传统汽车的销售 就这样 传统汽车经销商模式迅速踏锁 去年年初 浙江泰州的浙江中通控股集团破产 这是当地最大的汽车经销集团 成立于1998年 主营捷豹 路虎 奥迪等高端品牌 同样在一夜之间 借20家门店关门 员工卖展车底工资 2023年6月 曾经的4S店之王庞大集团宣布退市 成立于2003年的庞大集团 在2011年4月上市后 市值一度高达360亿元 成为中国气贸第一股 靠获得斯巴鲁的代理权 赚到了第一桶金 但即便在辉煌 也难逃宿命 激进扩张带来的巨大隐患 成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时至今日 传统经销商的转型问题 仍然难解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 2023年 即有37.4%的经销商 完成全年任务 有超六成的经销商 没有达标 23.2%的门店任务 达成率不到70% 不少经销商认为 今年汽车需求将延续去年下半年的势头 但竞争会更加激烈 继续面临新车价格下探 库存压力大 资金紧张 搬车利润较低等问题 4S店到退场的时候了吗 特斯拉带起的直营和商超模式 给了传统经销商一次重击后 小米 华为等手机厂商开始造车 又一次冲击传统4S店 问界进入华为手机门店 小米汽车也会在小米的门店展销 这改变的不仅是汽车零售模式 也改变了传统汽车行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结构 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一些传统合资品牌 新势力们抢走了不少市场份额 让传统4S店的生意雪上加霜 新能源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永澳不会是最后一家倒下的汽车经销商集团 当然汽车后市场服务并不是单一个门店能解决的 重资产的投入扩张 也不是一些家底薄的新势力可以撑得起来 现阶段4S店仍有存在的必要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4S店入不敷出 行业大洗牌仍将继续 眼下的4S店经销商或许更应该考虑如何转型 而不是再像从前一样等着消费者上门买车了 躺着赚钱的时代再也回不来了 请我来越来越南